當時參加這個比賽是因為老師推薦我 之後我去了我們的網站 看了你們的COLSTAR之間 我覺得自己對這方面都挺有興趣 而且我以前沒有試過這件事 所以想嘗試一下補充什麼參賽 我參賽的原因是 首先我覺得電腦科學方面很有趣 還有有機會接觸到不同的機械人 因為我自己對編程都很有興趣 所以就參加了這個比賽 我學編程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沒有接觸過這些複雜的程式 就不太明白它當中的運作 就要逐個程式或一格一格去看清楚 了解清楚它是怎樣去運行這件事 才慢慢去寫改編這條程式 然後完成好它 有時候遇到一個困難就是 譬如機械人不動或者它不會走 我解決的方法就是 我會首先看到一個位置 就叫Dibug Console 就可以刷入機械人在想什麼 我就會將自己放入機械人裡面 看回機械人下一步應該做什麼 如果我是機械人我會做什麼 我就找到出錯的位置 一開始面對那個Sam Holcock的時候 真的一頭無睡 幸好有老師和朋友的幫助之下 所有問題才得以迎刃而解 而最終能夠在初賽的時候 能夠順利地去到終點完成比賽 有的 因為去練習場地的時候 都會遇到很多不同的參賽者 我們都有同一個目標 就是想機械人走快點 但我們都會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我就覺得這方面很有趣 因為這個參賽者會用五句 就已經寫到他想做的東西 但這個參賽者 另一個參賽者 他想做同一個目標 但他可能會用20個program才寫到 我就覺得很有趣 因為是看誰寫得好一點 我覺得學習這個編程裡面 其實是很有趣的 因為你寫好了一條東西 可以令到有一樣東西運動出來 就覺得很有成功感 另外我覺得編程這件事 是很適合細心和耐性的 因為首先你在細心方面 如果你是錯了 有一個位置錯了 就整條program會毀了 甚至是輪不到出來 就會出問題 那耐性呢 就是你要在那裡慢慢試那條program 令到它是輪到出來的 是沒有錯的 那就要慢慢去試 就好考這個耐性了 參賽者之前 其實我也是用一個很平常心去玩 首先我就不覺得自己是有任何的贏面先 因為始終未試過編程這件事 第一次試都不會有什麼去期望自己拿獎 純粹就是一個覺得是一個學習的經歷 試一件新的東西 所以就是一個平常心去比賽 參賽之前其實我心情很緊張 但我也很期望這個比賽 因為我覺得它很有趣 而且我也學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我的program可能比不上一 因為我只寫了幾天 但是得獎之後我就覺得很開心 還有我也覺得自己學了很多東西 所以我就很開心 雖然我只是拿到貴軍 但我覺得冠軍和亞軍的得獎者 都是實至名歸的 他們的編程技巧也是比我的近成一籌 所以我覺得他們是很值得而 我也沒有什麼不分析 我覺得這次的編程 首先是因為要用iPad去做編程 我覺得可以開發Android的部分 因為我自己本身就是用Android機 所以未必可以立即想到方法去解決 就未必可以立即要回到我家 用一部iPad去改 如果用Android機就會更方便 其實我覺得初進到決賽是不用同一陣子 因為有些同學可能因為準備初賽 就反而忽略了去準備決賽的東西 但也有可能是因為有些同學 就因為可能覺得自己都入到決賽 所以一生就去準備決賽 結果到最後就入不到決賽 可能就浪費了少少他們的心機 如果下年有這個比賽一定會參加 也很推薦其他同學會參加 因為我覺得在這個比賽中 你可以學到很多不同的關於機械人的東西 也可以提高自己對Stam的興趣 就是對我們電腦科學這方面很有關注 我覺得Program這件事也是非常有趣 另外我也很有成功感 我覺得下次有這些比賽 我都會繼續參加 另外我覺得我也會推薦同學去比賽 因為首先這些比賽很新奇 讓他們都會學到很多東西 不只是讀書方面 因為比賽有很多東西 都是讀書學不到的 所以多學幾樣東西始終是好一點的 但是要練到很多東西 我一定會也ogene度 就你們為了一件事情 我會學到很多時候 我會學到很多東西